例如像佛州的州長Ron DeSantis對迪士尼做的事情 而且說真的 這個就是為什麼迪士尼認為他們要做任何的改變 就是因為佛州的州長 然後現在Ron DeSantis正在大力的慶祝這個勝利 I was sorry to see us dragged into that battle and I have no idea exactly what its ramifications are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itself What I can say is the state of Florida has been important to us for a long time and we have been very important to the state of Florida That is something I'm extremely mindful of and will articulate if I get the chance How do you respond to that? He's talking about you We didn't drag them in Tucker They went in on their own and not only opposed the bill they threatened to get it repealed these are parents rights important policies and our state that are very popular and so they brought this on themselves all we did was stand up for what's right and yes they're a big powerful company but you know what we stand up for our folks and I don't care what a Burbank based California company says about our law 我們現在每個人都在慶祝Ron DeSantis 就是果斷的決定廢除迪士尼自治區的優惠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 當時他在決定的時候 在右派的圈子裡面是很有爭議性的 當時有很多右派的人 算是傳統自由派的吧 就是小布希那個時候那樣子的共和黨人 一天到晚什麼把包容啊 愛啊良善啊放在嘴巴上那種 就是自稱的保守派 在那邊說我們要的是自由市場啊 要公平競爭啊 多元才會創新啊之類的 說穿了就是那些自稱新保守派的那些 假冒偽善的人 在那邊說我們不能使用政府的力量 來做任何的事情 這樣子的話我們不就變得跟左派一樣了嗎 我其實某層面上也是這麼認為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傳福音 改變人的心 只要所有的人都了解世界 跟聖經的價值觀的話 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 變得更和平 但是後來我發現這個想法實在是太天真了 人有太多的想法私心欲望邪念來去做壞事 不使用政府的力量簡直就是高舉雙手投降 那些人嘴巴上說是基督徒保守派 但是其實他們就是沒有任何的底線 讓社會徹底爛掉的來源 就是那個樣子的人才會說 Ron DeSantis不該這麼做 他不應該阻止一個公司的自由 迪士尼在推行小孩變性 是迪士尼的自由才對啊 然後另外一邊真正的保守派才會在這邊說 Good job Ron DeSantis 你們就是要這麼做 我們就是要這麼做 我們要打敗左派就是要使用政府的力量 來去做正確的事情 但是我們在這邊不是在說 我們認為是正確的事情 而是符合聖經真理的正確事情 不是要以我們的觀點跟方式來創造政策 這樣子的話就跟左派的做法是一樣的了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以聖經的道德跟價值觀 來立法來使用政府 政府跟政權也是神賜給我們的 而且是反映我們整個社會方向的一個治理模式 我們每次投票每次立法 我們都有義務要去做正確的事情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想 傳到橋頭自然子一切交給神 那麼我們的國家就註定墮落 我們只有使用政治的力量選出正確的人 才能把迪士尼那樣子彎曲悖逆的公司轉回來 一點點 或者我們才有能力抵抗那樣子的力量 Ron DeSantis做得非常棒 他不但有這樣的權利去做這樣的事情 也有義務要去做正確的事情 因為他上台宣誓的時候 保護的是佛州的人民 而不是迪士尼股東的利益 跟迪士尼左派洗腦的議程 我們要選的就是那個樣子的人 希望我們加州有個這樣子的人可以出來選 台宣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